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就让北俄电子行销业务部 何福人何经理为大家解说 轻松打造智慧生产链 欢迎何经理 我是何福人 我在北俄电子也做了五六年的时间了 那其实我一直看着一个整个智慧神的眼镜 那我首先谢谢刚刚熊摩斯精辟的介绍 他把整个一个工业4.0和智慧生产 从德国那边怎么样的眼镜 然后举了很多实际的例子 其实这让我们可以反思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整个生产链的一些应用与方案 那刚刚有提到的说德国他们的做法 刚刚在一些应用例子里面 有介绍一个德国他们做法 我们看到非常先进的方式 非常完整 而且设备都非常的 就像德国的汽车一样 是那么的精美 那在有一个沈阳在那边介绍一个工业的 一个4.0的应用 那他的思考的角度就不一样 是整个系统面的 系统面从一个生产的一些参数 或是一个ERB方面的整合 一个生产资讯方式 就想到说西方跟我们东方 或是说欧洲亚洲 大家所着重的重点不一样 甚至我们刚刚有一直提到一个CPS 虚拟实经的方式 那这种东西的系统 两边的定义可能也不一样 德国它从设计制造 一直到生产 整个一条龙的方式去做 所以它在设计的时候 就开始导入了这样的虚的方式 可以跟实际上生产的过程中做结合 但是在亚洲 在台湾这边 我们是以生产为主 北尔从过去 像刚刚我们王副总讲到 北尔从事人机这行业已经30多年了 我们从传统的机器制造的方式 慢慢一直跟着这个时代的演进 我们整个人机的方式 也一直在做配换 随着我们早期的话 人机可能只是一个小型的封闭式系统 我们慢慢走 随着我们有PC 我们有触控的方式 我们的人机也跟着这样一直做演进 所以刚好就符合到 我们像一个工业智慧化的一种浪潮在 因为我们的人机 我们已经不再叫我们自己以为人机了 更叫我们是一个资讯通达的系统在 所以今天这整天的一个 这个セミナー的误诊 大家就会一直不但听到这样的一个应用 一样的方式在做 那今天 我大概从几个方向来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知道一个IoT 大家一直讲IoT 这个IoT已经改变了我们整个生活习惯 事实上这个IoT改变我们生活习惯 那我们生活的东西都是从制造过来的 所以是它也改变了我们的一个工厂 一个生产的方式 所以我们认知的工厂可能有我们自己 因为Berry可能是一个工业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有工业的方式去做思考 但事实上工厂不止一个是自动化控制的部分 它还有一个很完整的 所以我们认知的工厂是什么样的环境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 事实上一些工业制造所面临的环境 那工业制造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环境 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后 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去做改善 而朝向一个工业4.0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智慧工厂 我们先要了解我们自己 或是客户眼中的智慧工厂 它想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或者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喊了那么久 事实上成功的例子 或是真的很多很多都是名气很大 都说已经做到了 那事实上做到的一个程度又是如何 我们自己要先反思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能提供做也觉得方向 有效的方法 那我会以这样的方式去代各位 然后跟我们 我们这样一直在推动的过程中 我们所遇到的方式 或我们解决方案所遇到的问题 跟大家一起分享做讨论 那先讲IoT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大家知道IoT IoT这个名词 最早就是一个 从一支口红 从一支口红 非常一个 他口红就是在美国的 他一支口红 非常热销的口红 但是他们里面的一个主管发现 这支口红在我的架上永远没有货 永远是一个空的 在销售柜上 因为太热卖了 永远没有限品可以出货 他就开始反思为什么东西 这东西在我的架上 客户一直买不到 他就开始去追踪 一直追踪 追踪 追踪以后 就把这个IoT的概念导入一支口红 透过口红上面一个标签在 从我生产的过程中 就一直去追踪 追踪 追踪 所以在那时候 一个生产履历已经导进去了 所以演进了一个IoT 那我现在讲到 IoT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大家想到我们付钱的方式就好了 支付的方式 最早我们是带着一堆 本来因为 带着一堆现金去 我们皮包里面 专门的现金买东西 所以我们都会担心我现金够不够 我东西可不可以买 接下来就是我们演进到 我们是用一个信用卡的方式 到目前为止 大家其实顺便现金也不用带了 皮包里面也空空了 我只要带一个手机 我透过一个行动支付 我随时都可以做一个付钱的方式 所以整个IoT 已经把我的荷包越来越薄 越来越轻便 我透过一个手机 就可以做一个支付的运用 那我们另外想到说 我们坐车好了 以前我们可能要去坐公车 慢慢的捷运出来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有个同事 前几天我们要去做一场 Semina 他就身上没有现金 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要赶快坐机身车 因为已经来不及了 他就拿了手机 交了Uber 那些支付东西都已经不见了 但是 所以他可能什么都没有 但时间很赶 他就可以立刻坐到机身车 达到他最有效率的方式 去做到一个Semina Present 所以整个交通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那购物的方式 以前我们都要去 我每天都要赶着下班 去超市 买些生鲜 回家煮饭 给小孩吃 那事实上 这东西可能因为现在 整个购物的方式 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IoT的方式 我可能整个 连生鲜的东西 这种非常及时的东西 我都可以立刻的网络采购 去买到我需要的东西 而达到我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整个生活 受了这个IoT的影响而做改变 那事实上生活的改变之下 其实我们整个环境 因为生活嘛 生活的所有食品 都是由生产过来的 那我们今天每天接触的就是 我们生产过程中 怎么样可以提供这些东西 所以在我们生活中 已经很多都已经数位化了 已经商业模式 已经慢慢的在改变了 像刚刚有讲到 Casa Compressor 在德国那一家 他本来是卖空压机的 他现在不卖空压机 他卖空气 压缩气体 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的行为模式 我本来是卖一个一个的产品 我从我的产品 慢慢转变成一个服务模式 我压缩 就客户的想法 他是用的是空气 但是我卖的就是这个服务 我对这个服务 可以让我原来卖一台一台机器 可能是我卖一次机器 我就卖断了 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 我卖空气以后 我卖的是服务 我一直维护你 从你的机器开始生产 收到空气为止 一直到我后续的一直maintain 所以我的生意模式是越来越长了 我们以前有一个常委理论 常委理论 它其实是我的成本支出越来越少 但是我赚钱模式一直在持续增加 所以让我的一个产品 销售模式也可以越赚越多钱 刚刚我们讲到一个像那个 亞马逊 提供一些数位平台 真正赚钱的是谁 是它上面那些产品吗 它那个像许多一个 一些商业在网路上买的东西 真正赚钱的可能就是那些开平台的人 提供服务的人他在赚钱 而我这些制造的人这些只能赚一些薄利 所以大家慢慢想的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去把我的赚钱模式更改 所以要许多方式的去做一个数位 产品与数位整合 那传统工厂 我们这些做制造的一些 要怎么样去入额应对 这样的跨时代的演变 所以我就是要想办法在我的生产链 和垂直链水平链链做一个快速的结合 所以从这样方式的话 我们去审视一下我们的工厂 我们目前工厂的方式 这是一个我们传统工厂 大家都看得到 有一个最最基本的话 就是我们可能一个是 有一个图控的方式 那图控下面就会有人机的演变 人机的话做一个操控 可以把一些现场资料做收集做应用 那机台控制上面就有一些控制器 或是有些影像监控 再下一次感测层 所以这很 这个 这个精致塔形成是大家很熟悉 在自动化控制的时候 从我最下面的感知层 然后控制 一直到机台操作部分 然后最后一个整场的规划 整场的资料收集 那我们在一个传统的自动化角度 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控制要做得多么的精准 不能有出错误 所以思维角度说 每个部位都要做到最精准的地方 用最少的消费去做到这样的方式 但事实上一个工厂应该不止这些 就一个营运者的角度 一个是 这边是从我们一个设计 工程设计的角度 但从一个营运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其实还包含了很多一个资讯系统 它最上面有一个ERP系统 管理的物料 物料的来源 订单的来源 一些资讯的整合在 那接下来以后 跟一个生产比较有关的MES 像或是Working Process WIP的方式 我现在多少的东西开始要投单了 那可能要花多少时间 机台的状态 都在我MES做转控 然后下面就要有很多一个Database Database的话就是有很多的DB 去做一些去做一个追踪的方式 然后生产的参数 要投入的生产参数 然后再来是我一些Quality 一个品管的监测 到一个Process的一些DB 我今天要投的一些配方 一些产能 都是一些许多的资料的储存的部分 接下来才是我真正的一个设备 我刚刚所提到一个控制的表色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到我工厂的内容的资讯在 那事实上这两个东西 就过去这几十年来 他们运作都很完整了 大家都已经把这些资料 都做得很完整了 但事实上有一个很大的部分 那为什么这工业4.0 或是智慧工厂一提出来以后 大家就开始去审思 那这两个东西到底在哪边 有一个缺陷呢 所以从ERP一直MES 在这一块 大家已经有很完整的资讯系统 那或是这一块的话 也有很完整的控制方式的MES 所以在这边是有一个鸿沟的部分 那这鸿沟到底是哪边来的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 其实他们两边的对话方式 其实是不一样的 IT的人他所讨论的是 可能是一个资料的传输 他所使用的方式 可能最近的话 可能是用一个Web Service的方式 可能讨论是XML 可能讲的是一个资料库的 SQL database 但是就工厂端的话 他讲的不是这些东西 你跟他讲 他讲网路上面的风暴是什么 他听不懂 他听得懂的是说 我跟控制器的风暴是什么 我们什么叫做Mobus 什么叫Profitbus 一些Fewbus的控制 他一个风暴过来 我去解构 其实整个架构是在 这个两个风暴是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大家应用方式不一样 Domain Know How不一样 所以这边的鸿沟一直都在 那事实上 接下来我们想办法解决了这一部分的鸿沟以后 我们可以用透过很方法去做一个转换的方式以后 但事实上我们在推工业四点的时候 还是有遇到很多的瓶颈 很多的困难 与其一个实际应用的方式 所以大家今天过来的话 就是除了我们听我们谈讨这些话 就是我们要透过一个 不出来 我们就提供一个方式 就北尔的 北尔会提供一些现实的一些硬体和软体的整个结合之外 然后去给各位找一些方式去做一个整合 那在过去刚刚提过来说 其实我有了软体有硬体有一些设备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遇到很多问题 在实际上去操作运作的方式 在等工厂 因为大家知道工厂可能已经很多年了 一个就是老旧设备 其实大家知道大家做生产了 二三十年都跑不掉 北尔本身自己的人机就做了三十几年了 事实上你们设备都很老旧了 但是我需要智慧化 我需要一些工厂化 我到底要怎么做 我上面有很多的制程 有些东西以前过去都是用手抄的方式 我很多的一些温度监测系统 都是直接看表或是按钮的方式 那我有很多旧款的PLC 一些控制器 那我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去做智慧化呢 就是遇到一个老旧工厂 他想要怎样做及时更新去找的资料 那我们有遇到一个就是说 现在已经有设备了 设备大家一直进来 你可能说像我们有些制造过程中 他有设备了 但这设备是单一单一的设备 他没办法提供任何多的资讯 当初各个设备可能是一个金属检测 或什么从国外进来的东西 但事实上我要需要一个即时的资料 即时报表 那一个中文化的在地的一个输入方式 那这东西我到底要怎么让他去做一个 跟一个智慧化或是方式去做整合 然后一个大型厂房 一个工厂他很大 下面可能是几十台机器 可能生产一个产品 他就要有几十种制成的机台过来 那他可能不是自己生产的机器 自己设计的机器 他是从各个机台商 各个设备商提供的机器 那这就很多元性了 在那么多种机台的话 我都要一个 我就是机器每个资讯的收集 第二个就是说我这个资讯收集以后 我要怎么样去统一传输到 我的一个企业系统里面 对他们来说 传输的方式跟资料的收集 都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他不可能叫每个设备商说 你给我A资料 我B设备商给我B资料 到时候我要怎么整合 怎么样去汇整 这东西是对一个 从一个大工厂 一个工厂的角度来去思考的部分 那这东西也是对大家一个很头痛的方式 那加一个KPI 那就一个是 我们就一个ERP MES来说的话 他最重要就是说 我整个生产流程是不是顺利的 我整个一个OE 这个驾动率是不是完整的 是不是很高的 随时我的产线一直都在生产 不管人员怎么跟动 我都可以用最有效的方式 去做一个生产的方式 甚至说我要一个快速的换线 APS系统 那我APS系统的所有资讯 我都要靠我下面的机台 随时给我回报 告诉我生产过程中 哪些是OK 哪些是不OK的 所以这些KPI的汇整 都要从我机台上面的资讯来做整合 但是这个东西 他们一直得不到资讯 所以就这样的方式来看 它工业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我的生产流程的 复杂度越来越高了 我的设备越来越多了 那我生命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我可能 我可能换线 换一个产品可能三个月 或到一年而已 像手机大概一年 一两年就换 那我就设计一个机台需要到三到六个月 我三个月到六个月设计完一台机台 我的产品已经快要 它的life cycle已经结束了 那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怎么可能一直去 花时间去做一个设备创新的整整理呢 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方式 一定要有一个很快速的方式做解决 然后客制化的成分也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有效的方式去 对于我们现在传统一些应用去做一些方式 可以让大量制造方向更有效率 然后多元化生产的话 更能快速应变 那老旧产品的话 我可以让它资讯化 可以得到我现在现有的一些产品 有些资讯化 就可以做分析应用 那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就是要一个生产 一个生产资讯的透明化 最重要就是 我们想要办法就是在我们控制的部分 让我们的资料收集 与资料收集越来越完整 我在每个部分 每个制程工程过程中 都可以收到其他资料 然后设备联网 我所有的设备都能联网 只有透过联网 我的资料才能最以即时的方式去做 做应用 那这是我们提供一个架构站 其实大家在自动化控制 刚刚前面那个从工厂 自动化角度看工厂里面 它是有图控 有人机 有控制器 还有一个感测器的部分 那事实上我如果说要做一个资料 整合一个设备联网的方式 在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 有谁是最适合做这样的角色在 你说控制感测器吗 感测器是在整个自动化最底层的部分 它只是只会反映到 现在一些数据的变化而已 那你说是控制器吗 它平常在操作这些控制中过程 一个机器手臂 它又很精准的去做一些控制 它是做一些生产的部分 它其实没有资源 或是没有更多的CPU去处理到一些 资讯的整合或资讯的收集 或资讯的传递 那你说到一个图控的角色 它的整个价格都太大了 一个图控它可能包含了整场的部分 那我要做一个很翻散的 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数据在变化 我透过图控的话 我的资讯永远是来不及做收集的 那我们就这样的思维过去说 其实人机 随着这十几年 二十年来的演变化 人机是一个最好的角色 去扮演一个工业智慧化的一个推手在 你要算我现在这十年 这五年 我相信在这几年之内 当我的IoT的设备 我所有的感测器 还没办法即时联网上传的时候 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我的人机里面 去做一个Gateway的方式 把我生产线所有的资料都做收集来 做分析做应用 做一个初步的筛选以后 我用我非常快速的用一个设备联网的方式 还有一个资讯处理的方式 往上去串联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人机的部分是跟各个设备 它是分散在各个角落的地方 那我一个开放式的人机 再去做处理的话 我只要在这边做一个很快速的间接 跟你的设备系统在 所以对我们常遇到一个就是说 刚刚有一个就是说 在工厂上面属于控制的方面的人 他无法去跟企业系统去做沟通 那企业系统的人 无法去跟一些driver去做沟通 所以我们就处于在这样的界面在 我们人机本来已经跟我的控制器都结合了 所以开发的人很快速的就把这做好了 我只要做一个一个 在一个server中 我只要把迅速的 只要做一个资料转换 我就把资料上传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就可以把资料上传到一个平台上面 那接下来我们企业化要做的是什么 一个是DB的结合 Database的方式 Event的处理 今天有alarm的系统要做发生了 所以一个是资料的收集 我可以做分析 一个是警报的处理 我可以立刻去做判断 接下来是一个可视化部分 我可以及时的看到这些资讯 他到底他的OE或者他驾动率 目前为止是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分散且集中 分散是说我在各个设备上 我今天要需要的重点 可以做一个分散式的去收集 集中 我对应到上面一个很复杂的IT系统的时候 我有一个Data Server的方式 一个Server的方式 你要去看一个历史记录 我要去看一个计算分析的方式 或是我要去看一个显示的方式 我都有一个方式去做应对 所以透过这样的话 是我们所提供的一个完整的架构在 而且这最重要 我们其实在面对到那么多客户里面 一个钱是最重要 成不成功的因素在 因为很多东西 你把方案推广出去以后 架构太大了 这个东西其实 大家谈到钱以后 发觉budget是要投入太多了 反正就没办法做下去 所以透过人机的话 分散式的话 我可以很迅速的把资料收集了 那透过一个Server的话 我很快的可以把一个设备做转换 你从小的工厂 一个传统工厂 他可能根本没有什么ERP、MS 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天方夜谭 一次要投入个几百万、几千万 那不可能的 但是透过一个人机系统 我就可以帮你把做一个 很快的一个 单D机台就可以做一个加动率的分析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是很快可以去发展 去做一个渲染的方式 那下面几个方案的话就是 今天很传统一个称重 称重设备 大家知道称重的东西其实是 它是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实际应用 在很多检测的方式 但是它其实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今天一袋螺丝来了 我今天出货的时候 一袋螺丝来了 我怎么知道里面是 五个、十个或一百个呢 我就可以透过一个称重的方式 那称重的话 可能这个评管 大家只说我可以一个人 在那边去看重量多少 但是如果结合了系统 我把它的所有资讯都资讯化 所有把它的设备都资讯化 然后透过一些 一个remote IO的方式去做收集 透过人机 我就可以跟我的资料库结合 我资料库可以知道 省IP 我可能是有一个扫码枪 或是有一个QR Code 我只要透过扫描之后 就知道这批料 它应该是上下线是多少 它一个评管是多少 透过一个称重的方式 我可能设备都没有任何的 一个控制器的模组 我就可以很快的做到一个整合了 这是一个方案方式 可能我们会遇到的 那另外就是很多机台 很多机台可能是老旧了 或是我没有它的 CNC或什么 我没有它的Protocol 但是我要知道它的维护成本 运营成本 或是说它现在是 刚刚讲到的健康健診 健康健診的话 我可能抓到几个关键因素 我把它几个关键 我把它几个关键因素 我今天的产量 我今天的电流 我偷个remote I.O 再向上我一个工单扫描的话 配合我一个人机 我就可以立刻迅速的 把这些设备去做到一个整合在 那我可能不会影响到原来的设备 因为大家知道老旧机台 大家都是不敢动它的 包含它的电脑 包含控制 我只要去碰它 一个出问题 那永远就没有修法 那本来是还可以生产的东西 你去碰它 它可能就没完没了了 所以我们可能透过一个 这样的简单的设备 我就可以立刻再达成 那这种机台可能是 本来是我们没办法去接触的 我们无法了解到它最内部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可以让它做一个工业 智慧工厂的应用 那这是我们最常在接触的 就是PLC 不管PLC的话 我可以透过一个人机方式去跟PLC沟通 这个东西是我们本来就做专长的 然后把这些资讯收集以后 去做警报 去做DP 去做报表 去做一个视觉化和分析应用 所以这样的话是我们最常接触 也是最容易整合的 那事实上透过做不同的方式的话 其实可以从很简单的到很复杂的应用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样我们的北尔人机 去做一个智慧化的生产 那刚刚讲的都是属于我们原来控制器方面 那接下来是属于我跟资讯系统的方式做结合 我怎么跟IT做结合呢 那最简单的方式的话 我可能我这台人机就可以去处理一些资讯了 我里面有一个简单的DB 有一个小的Depa Base 随着我的人机大小 就可以调整到我的资料库的多少 那我本身可以透过一个FTP或是 透过FTP或是一个CSV的方式去做资料处存 我对于一个不懂的怎么样去建构资料库的人 我每天储存一份资料 我用FTP的方式就把这些资料上传过去 上传到机台整合 他们IT的人只要按照这个报表 就可以去汇整去做分析 所以这是最快速的方式 也最不用任何的一个资讯成本的方式去做实现 那我可能是有Sequel的 大家可能有些客户他已经建好资料库了 资料库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资料库跟资料库的间接 或是要怎么去做一个资料库沟通 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资料的变化 直接去读写方式 去把一个做把我们人机里面 迅速的写到一个资料库里面做整合 那你可能每日生产的报表 每日生产的资料都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应用在 那web service的方式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透过web service的方式去做 因为人机下面很多资料 我可能做一个三卷 我把它包成一个封包 透过XML 透过一个resport的方式 或是soft的方式 这是一些沟通的语言方式 都可以在我们这边的 在个人机界面的这一层里面 做的直接处理 把它通讯做的转换 从OT的角色转换成IT听得懂的语言 IT听得懂这语言以后 它就可以去做更大的应用 其实这个东西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know how 其实他们都已经建构好了 我们只要帮忙把一个资料 迅速的传递就可以 那另外就是我们常遇到就是警报 警报的处理 警报要怎么样及时收到 或是可视化 我可以透过 我可以透过一些alarm的一个发布器 那有一个它有server client的角色 我可能线上有很多个不同的产线 有可能有机房的 有生产线上的不同的位置 我都可以透过一个人机 简单的把这些去发布以后 通知现场的人通知管理 这样因为现在就是 大家精简人力的方式 我一条产线上 不可能一个人雇一条产线了 可能三四十人雇一个产线 有人可能在每層楼去巡礼 当警报发生的时候 常常我们有遇到一个 就是三楼发生警报了 那时候人刚好在四楼去处理 他不知道三楼一些仿制线 仿制车已经断线了 就一直空在那边 那如果说我有一个很及时 很迅速的警报处理方式 当警报发生的时候 现场人员可以立刻收到讯息 知道说他在哪一个位置 甚至我可以透过远端方式 去看到我现场的一个 一些资料和状况 了解了初步的概念 而这样的同时的时候 我可能管理者那边 也可以同时收到 厂长的部分 也可以收到讯息的时候 大家了解我整个工厂运作 是不是可以 越来越保证我断线的时间 或是一个 无效工时的一个更加的减少 所以一个警报的处理 那一个报表 我可能说 我报表一定不能等到 我整个资料 汇整到我的一个 资料库里面以后才去做生产报表 那我可能在每个机台上面 就可以透过一个简单人机 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弱 非常聪明的报表产生器的话 所以我每个机台 甚至有些工厂 它根本没有一个资料库 可以去收集 我每个机台 就可以自动产生报表了 然后出一个日报表 月报表 然后更复杂的话 就交给上面的Server 去做处理应用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是把我们的 从一个 从一个 一个人机的方式 去把一个设备端的资料 整合以后 通通去 按照工业4.0 或是说一个智慧工厂 所需要的一个设备去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有一个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tunkey的方式 就是说 我只要透过简单的 透过一个barcode scanner 然后去跟一个IO点去结合 我里面再建构我们自己一个资料库 然后做一个显示的画面 我这样就可以及时的把一个设备的 一个 所有它的一个驾动率 一个整合性 它一个生产的工时 效率都可以做一个应用 甚至的话 我下面有很多机台 每个机台都需要做一个日报的部分 那我在每次完工的时候 兼我的操作人员来这边登录 登录完以后 我所有的操作人员的动作都会被记录 然后我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被记录下来 然后所有的警报都被记录下来 很快速的透过一个报表可以产生在 那在生产过程中 我有很多参数需要配方去要下的 我也可以透过我的这样一个机台去上面 去跟我的资料库去要资料 今天我的生产设备 它可能要下一个生产设备的一个制程 我的配方可以从上面直接下来 我的结果可以从这边上去 而这样的话 就减少人员的去做干扰 我们最怕的就是说操作人员去做乱按的动作 在设定的配方 我可能配方设对设错 都会影响到我整批的生产的制程在 那透过一个越 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更自动化的方式 以减少一些错误的产生 那对于老旧设备的话 这的话我们遇到困难就是说 其实你的资讯能不能整合上来 所以这边通常是一个关键 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资讯东西 这一部分就需要一些现场设备的经验在 这不一定是我们可以完成的 就我们要结合到我们一些 一些SI的方式去做应用 那 那这边的话讲到一些智慧工厂的应用 从物联网到工业4.0到生产力2025 这样的过程中 为什么要一个智慧工厂 它一个工业4.0的角色来说 就是说对一个企业来说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有想像过 那到底是什么事情 对客户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其实现在一直推广出去以后 大家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其实一直还没有得到很正确的方式 因为每个工厂的IT的人 都会跑来找我们说 我们想要做一个智慧化工厂 那怎么样可以做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要去不断的跟他们去做互动 去做讨论的方式 了解到什么是他们最需求的 或是说客户本身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才开始去着手说 你现场的设备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做应用的 那探讨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事 我们从那个视频去做好 做对以后 那GE的部分 GE它本身在这方面也琢磨很多 也做很多努力 从他们的燃体硬体的方式 他们提出一个就是减少浪费 提升效率和扩展生产力的部分 减少浪费我们简单就说 我只要让我生产的效率越来越高就可以 也是增加效率的部分 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做到的话 我们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做一个资讯的收集 我现场的设备做到收集以后 我才有方法让我的资料可以做有效的分析 那整个东西收集的过程中 越来越连贯 越来越串联的话 越来越有效率 越来越及时的话 我们才能做一个很快速的应用 那这边的话我们实际上应用的实力 就是我们那个PCP生产部分 我们去了解了 他告诉我们说 他生产设备这些东西都有了 他有控制器也在了 他有一些化学 一些化学器器也都在那边了 但事实上他们IT一直得不到这些资讯 所以我们先从他的警报处理 透过我们想办法去嫁接他的控制器 得到他一些警报的一个点位 去了解说哪些部分是 点位是他们会产生警报的部分 因为他本身已经有控制器有人机都在里面了 但是这东西都不能去碰他们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在以不干扰他们的设备为主的时候 从控制器方面去把这些资讯要上来以后 那接下来是他们IT熟悉的部分 IT是要熟悉这些资讯 要怎么去从控制器里面拉出来 那透过我们人机的时候 我们里面透过一个XML 写了Web Service的方式 只要有警报发生了 我们就把这资料上传过去 所以这东西 不影响到他们设备本身的任何的制程过程 但是他的警报都可以去做一个有效的监管 那从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去做复制 那这是他的一种应用在 另外一个 那接下来他们就警报已经收集了 我就可以了解到 我现在整个设备 是不是都在做有效的生产过程中 接下来他们下一步就想说 我的操作人员 我的操作人员管控 今天是谁来控制的机台 因为他们常常怕是说今天有人 因为整个厂太大了 整个操作人员他的管控不稳定 所以他们接下来就说每个操作人员在做 在做操作的时候要做一个记录 他透过一个扫描枪的方式 去做一个操作记录以后 然后每个动作都会被 都会去做监测 那这个工作人员 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什么时候结束工作 他做了哪些动作 都会被完整的记录下来 所以在问题的部分 出产生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去做回溯 说南天可能在监视这个人的performance 但实际上他是透过这样的话 去了解说我整个工厂里面 运作的方式是不是完整的 那接下来再更进一步就是 我一些制程参数的部分 他们想要去了解这些制程参数 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在他下制程参数的同时 把这些制程参数收集起来 再就他们制程过程中的结果 去做一个比对 那这东西的话 就透过一些原来已经有的一些 操作模式之下 我再把一些重要的资讯 再一步一步一步篩选起来 然后再慢慢去扩产到 从厂的一开始的结果端 警报端 然后再一个人员的收入端 一直到我设备的参数整个整合 然后再接下来 他们又再更扩展到一个机房的部分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水提供的稳定度 或是它空气的稳定度 是他们最重要的处理部分 所以他们接下来再去做一个机房的监控 再把机房资料也用同样的一个架构 同样的方式去做一个资料的收集去处理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投资的成本 是投资在一次架构性的成本下面以后 在不同的角度之下 用同样的架构去做复制 所以他们花的成本 他们花的一个learning curve是最小的 他只要熟悉一个这样架构模式 以后他里面的资讯传输的方式 都是他们自己所了解 所熟悉的 跟那个设备系统 也是做最完美的结合 然后再由他们这样去做一个 慢慢的去做一个复制的方式 那这样的模式的话 其实对一个大型企业他有办法 他有认知 第二认知到我是要做哪些的改善 哪些改善以后 我从最重要的方式去做改善以后 我去找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 合适的行为模式 把我的软体跟硬体 跟限定的东西做一个完整的结合 然后慢慢的去做一个扩展 由这样一步一步的部分 才能慢慢达到我一个生产线上 一个完美无缝的结合在 所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也让大家方式去说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能辞回到我的智慧工厂 那刚 又回去了 那接下来就讲说 就是说北尔Benz的話 就是我们以前都定義我们为人机系统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透过说 我们是一个IoT的Gateway 那IoT的Gateway的话 我可以这一个 第一个我们原来就在一个 设备端做了很久的琢磨 我们不断的研发我们的Driver 一直尽量的把我们的通讯的设备 跟机台的方式做一个整合 很多机台它本身还无法联网的 透过我们它可以快速的联网 透过我们它可以快速的跟一些IT的设备 做一个资料整合在 所以工厂上面的一些资讯系统在 我们都可以透过 可以我们快速的得到 然后做一个处理 接下来我要去做一个设备控制 传统人机的方式 里面有一些OPC的方式 有些通讯的协定 可以做一个更晚的应用 那本身可以做一个很快的报告产出 所以我在一个Local端 在一个分散式的方向 我就可以做一个初级的报告处理 就是初级的数据收集 那我资料库系统的话 大家都知道资料库收集是一个大量大量的资料在 如果一次大量太多的资料上来的话 反而是造成我一个系统解决的一个成科 所以我在这边就可以先把它变成资料库了 到时候再后透过一个资料库 对资料库的抛转 可以省掉很多一些资料库监控 和资料库一个汇整的时间在 整个监控系统 然后警报发布 那这就是刚刚提到的 其实透过这些东西都可以快速达到一些工业4.0 一个智慧工厂的方式 然后用透过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也发现到 其实我们在业界方间的话 很多他们都提过很完整的方案在 但是方案在都会卡在一个人的 还是卡在一个人的因素 大概卡在一个domain的方式 就是我很辛苦的把一个资料收集上来以后 我接下来还要再花一次工 去把我的资料做一个抛转上去的部分 其实这两个东西是要由两种专业的人士去做 哪一个公司可以养到两种人去做 同时做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再一个部分去做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北尔向目前提供了一个 是一个从人机上去做扩展的方式 那可能下面的话 我们会请我们的合作伙伴 他可以提供一个更方便的方式 我可能下面已经有人规划好了一个人机的方式 那接下来我在一个资料抛转上 一个企业上的运用 是不是有一个更方便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最后我这边介绍一下北尔我们的特点的话 就是其实为什么刚可以提到 那么多的一些应用在 第一个我们本身是一个单内的平台之下 大家都知道像IT系统在 大家都熟悉一个C-Shot的角色 那一个开放式的平台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一个各自化的方式 在一个传统的一个控制器以后 我可以更增加我一些的应用在 那我是一个事件触发的方式 事件触发的方式 大家知道我们最怕一个Scata 最怕的角色它是去做一个Polling的动作 它是一直不断的去扫描下面的机台 所以这个东西的其实性 其实对上面的设备的整合 它其实是很重的负担在 下面有5台10台我还好 100台200台 我要一直不断的去做一个设备的 去做一个设备的撈资料的动作 然后等到我真的警报发生的时候 我又来不及处理 所以这样的方式的话 透过一个event的一个driven的方式的话 是我们最快速的方式 然后充沛的跟设备的结合 这是未来IoT最重要的方式 因为下面设备太多种了 种种方式 如果说你是开放式的系统 我们可以立刻用开放式的方式去做沟通 所以在开放平台之下 对一个driver的沟通的方式的话 它也提供了更多元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说 不更改客户原来生产系统在 这个东西对客户来说 它是最敏感的部分 你有些产品 你已经在运行了10年20年 我为什么会为了这样做一个东西 去改变了影响我原来的制程的部分 然后本身的软硬体的话 我有一个软硬体 它可能是小到一个机台很小 它已经没有空间 可以再放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就要有一个小型的Gateway去做处理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软硬体的接轨 所以透过这样的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很完整的一个工业化的 一个间接的平台去做处理 那接下来 在北尔提供了软体和硬体 一个开放的软体 一个多元化的硬体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平台 我们可以去找更多的一些服务厂商 大家知道在这个工业4.0 其实每一个环节 都有每个domain的人 有IT有IT的人 设备有设备的人 那现场一些接线服务的人员 大家都有各自的施工 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 再用快速的整合方式做一个连接 做一个使用 那大家知道就是 我们永远可以找到更便宜的产品 但是只有服务才能守住各位的利润 这是我们未来是要发展这样的方式 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增加我们本身产品的利润 可以做一个更远的推广 那这边的话就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 然后透过我们这样这些年来 一直去跟客户的一些合作的方式 去了解到说客户的需求 那我们用了一些方式案 怎么去处理 用这样的案例分享 希望各位有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知识和经验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说 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要讨论的部分 那我今天的报告先到这边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跟我们一边 有这个顿oe的 欢迎讨论 我今天有点脏 但这个颜色 我们刚才能丢线 就是有这个顿oe的 对手